那我们今天第一局还是玉女猎白混 在游戏开始之前大家来压臂 现在场上各位数的是三号六枚 四号六枚和十一号四枚 大家来压臂吧 每人摸着两枚有额外要压臂的吗 两枚 你呢 六枚 check all in all in 好 那其余玩家都会 都是两枚了 给大家听一下 十一号玩家all in 我一共四个被我all in 你大声说的 那我们受了一发牌 来吧 四个不一定重要 重要的是孤注一致 我赔你 我赔你 我没说all in 我眼神 我赔了 真好吃 有人买 好 欢迎回来 然后我们看到了投币情况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精彩的all in 之类的 确实 还没有 然后那个 刚才嘴大说到了那个企业文化的问题 而且你怎么理解关系很好这句话 什么关系很好 说咱俩关系 好像咱兄弟嘛 没有 嘴大说咱们厂了 人家关系都很好 我 这关系挺好 挺好 官方说挺好 因为我们 我们都是一个企业的 企业文化我承认 但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 我们是一个部门的 那是一个部门的 我们是不同部门 但是企业文化这个东西 我承认 我们俩有我们俩的文化 外面有外面的文化 所以我不知道啊 别问解说习的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 不知道这些 他们那些关系什么的 不太懂 不太懂 然后那个 我希望今天的看点 不是什么 谁谁狼人 怎么叨着女窝啊 然后好人 怎么走向胜利 我就想知道 今天谁他妈带头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旗袍已经不被大家 就是那种 对就没意思了 因为都坐着 就露这么半个身子 谢谢这凡哥 刚才给咱们投的石 谢谢凡哥 然后那个给你拜个年 凡哥 然后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就是穿旗袍嘛 我们只能露到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不到他底下 男生就是有开叉嘛 但这又不是夏天 他也不穿短裤 露不了大腿 大腿咱们还能看一个 那个大黑丝 那个腿毛 然后看不到 他这么一坐啥也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搞了一个 那个头套嘛 然后这边光头 然后这边头发 我觉得那还挺有看点的 昨天那个玩具枪戴了一下 我感觉就弹幕就炸了 所有人都在都在笑 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头套 然后我今天就想知道 谁他妈要戴头套了 戴了头套才是最有看点的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可这件事 反正我是昨天 因为昨天有点事 我也没看那个头套 但我今天看了一下 那个大日在微博上面 发了一个那个视频 说有亮点嘛 中间有一个玩具枪的 一个那什么 照好也结下 我说这你妈秀啊 确实太你妈秀了 我看这回其实我感觉 歪哥跟好哥哥 他们俩人就属于 因为他们两个是弹幕刷的人 比较多的 我们就聊一下他们俩 就是他们两个人 在这一回的比赛上 我感觉都比较保守 没有太多那些什么 all in啊 或者怎么样的 你看其他玩家 就是已经玩起来了 很high 大家就all in 我不管 输了大不了 穿个旗袍 戴个头套 他们俩现在目前处于 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 对 我是希望他们 歪哥 歪哥好像只有一期 就是濒临淘汰 不是 濒临那个 没臂的那个阶段 他o in了一把 然后那一把发挥 他是女巫毒了 没发炎的狼 然后找了三狼 锦上也点了最后一狼 反正就 撕推四狼 就把狼人就给打 打没了 对对对 就o in了赢了 他们太保守了 确实 对 就是打的比较保守 所以我是希望 他们能打的比较 有看点的 然后大家 因为我们两个 跟玩家是一样的视角 我们也是希望看到这些 好玩的 有意思的 惊喜的一些东西 对 要不然我们俩只能在这尬 不然我 无聊 对 对 我们也是希望 有一些看点在里面 跟大家一样 一个心态 然后刚才有人问说 那个樊哥是小悠悠的老公吗 对 没错 是的 是的 然后 弹幕上 好像也 现在没有 没有说什么太多东西 好 那边天亮了 我们一会儿再聊 上井玩家 请亮灯 除了7号 9号 12号 还有3号 区域玩家都在顶上 现在时间24分 请1号玩家发言 我也没打看 反正我看安排以后 我是对这个游戏 游戏失去了信心了 因为前两年啊 黑豹刚出的时候 我们打网杀 盛行了一句 我是来自瓦堪大的农民 瓦堪大盛产 盛产农民嘛 对吧 然后 就 就 意味着自己是平民嘛 结果万没想到 十个多年的今天 我居然拿到了这个面具 那么我只能喊出 瓦堪大盛产 我是一个平民 我也没怎么看 然后 希望 反正你啊 是肯定百分之一百万的买牌了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是 不是他说的 因为刚才小丛说你 那个买牌了 因为我又确认了一下 你肯定是买了 我就看看你跳不跳 鱼元家吧 你跳鱼元家 你就直接是混了 好吧 我也不会认为你是鱼元家 反正你肯定不会买鱼元家 狼梗不会买的吧 对吧 你就混在那儿坐着吧 反正你要跳你就混 没了我过了 请发言 你是来自我看到的狼吧 我今天要改编一下风格 我是要化身为 老人杀教科书指尖老师 我不能说 那就化成为 老人杀教科书就可以了 把那个两个字去掉 今天只有逻辑 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等化错的时候 你们就喷得轻一点 因为你们自己要听逻辑嘛 因为在这个场上 逻辑是会错的 但没有关系 我就用逻辑征服你 我没有买牌 你是来自我看到的狼人 好吧 你笑什么 你觉得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吗 你为什么要笑呢 对不对 你结巴的那个毛病治好了没有 好不好 别的我就不说了 我就是 我等会就全部都是逻辑输出 好不好 今天打着你们遍体鳞伤 最后再说一句 你们可以夸狼人玩的好 但不能夸狼人玩的脏 对不对 你们自己被骗了 说我不好 不乐意了 对不对 那个五号玩家 请你兑现你刚才 锦上吹过的牛逼 今天就干我 好不好 我保证你第二盘开始就穿旗袍 好吗 现在规则升级了 输了立即喘 好不好 不要 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一脱 不要出去的时候 留一言的时候再脱 今天就我跟你绝身负 好不好 这发言 多振 普通村民 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好人啊 我觉得这个一号玩家 挺像好人的 那二号玩家 本来说的是 今天我们俩就握手言和 但我听你发言之后 我老想给你养下 那没办法 谁让我在你后面发言的 现在我现在踩你 你就不能踩回来 是不是特别神奇啊 二号玩家 这个四号玩家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 但确实是啊 我是觉得一号玩家 挺像好人的 因为一号玩家 如果是狼的话 他认得是平民吗 他认得是平民 如果一号玩家是狼 往后几天 他就没办法跳身份 跳身份 我们会觉得一号玩 可能是狼 二号玩 你说本剧游戏 我们就盘逻辑 那你踩一号玩家 你觉得他像 来自我来看大的狼人 他逻辑在哪里 你也没有讲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得讲他为什么像狼人 起码我没有听说 他哪里像狼人 反而他交代了身份 我觉得有可能是好人 反正你踩他 你说他可能是狼 你也没给逻辑 自己又要求说 本来这个游戏 就是我要跟大家盘逻辑 那你又没有讲逻辑 那我就要踩你 我二号玩家 你说跟五号玩家 这个六号玩家 就肯定是好人了 这还能比牛逼的 这肯定不是大同班 然后锦下 七没上井 然后锦下就只剩下 三九十二了 对吧 我可能会先验一下九吧 我先说明一下 我验到二 其实心里还是有 有一些心理波动的 但是我不表达出来 是因为我想用 其安不同的方式 以用很平静的方式 将他推出局 然后这样就会显得 我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胜利 然后至于四号玩家 我是觉得一号玩家 你然在我这里是X 因为我验出二号玩家 是狼人 但是他说你是狼人 是毫无逻辑 没有根据的说你是狼人 所以在我这个地方 我不能把你劲保下来 四号玩家 他说我有可能是狼人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是愿家 稍微有点刮象 所以四跟一 我可能都稍微不做定义 我可能锦下 再听一下你们俩发言 我验一下九 好吧 我锦会了 我就单留一个九 然后三跟十二 我看你们商票 二号玩家是茶茶 今天初二 然后我是愿家 我对于可能 能定义的身份 我都定义了 然后六号玩家 我可能会通过 刚刚那个小场外 把它稍微保一下 好吧 我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铁站边五 铁站边五 那个 因为王成龙刚刚说 就是二号玩家 他说他今天只打逻辑 我就先把二号玩家 捶到图里 给他捶急了 看他能不能坚守 今天的承诺 我就铁站边五 出这个二铁狼 好吧 那个 五啊 我不知道不好玩 怎么两个人 都开始聊逻辑了呢 虽然昨天我们是 约法三章了 大家要给狼人空间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 打起来的话 还是把衣服扣子 再结两颗 好看一点 我觉得 好吧 我觉得五 那还行吧 四 其实四号玩家 说我好人 但我觉得 他的发言有点问题 因为四号玩家 保一的点是 一跳平民 然后向好人 因为一之后 拿狼就跳不了身份 那二锦上 是拍了平民的 但你对一二的身份 为什么一是好人 二是狼 这也惹 因为虽然你说了 你说是因为二无条件 打一 但是我 我可能 锦下还得再单独听你 因为如果五是 原家二是狼的话 你是有可能 成立二的队友 因为我觉得四号玩家 好像拿狼 比较喜欢 保好人去打队友 因为我确实好人 好吧 铁站边五出二 那个七号玩家 在锦下 好像是头一招 我觉得 没怎么见过 七号玩家 在锦下 关注一下 那后面 八十十一 还有人要救我二号玩家 不会吧 不会吧 二号玩家 也有人救我 不会吧 不会吧 那就再听听吧 因为如果二号玩家 这种玩家 对有人 愿意去救我一下 那可能那个人 还是有的 有面的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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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号玩家 请发言 八号玩家 发言 此时此刻 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就特别不想跳 从来没有觉得 这个预言家的身份 让我感觉如此排斥 我真的是不想成为 这个暗号玩家 的这个盖世英雄 我知道 我验的十二 是个金水 我为什么验的 那个十二号 因为十二号 开牌之前 就开始自己吹牛鼻 我必不可能拿狼 我永远是好人 我一听这话 我就不信邪 验了一下 然后是一张金水牌 然后 先留个景慧流 景慧流 留个一 留个三 然后七号牌 和这个九号牌 开商票 前这位这个六号牌 我听完发言 觉得 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的原因是 你的发言 其实是很矛盾的 你起手的发言 就是我要铁站 铁站边这个五号牌 要干死这个二 然后又说 那你后这位 不会有人捞这个二吧 要是捞这个二的话 有可能性 然后又说 我要铁站边 我要干死这个二 那你到底是想咋的呢 你到底是想干死的 还是不想干死的 你还是觉得后这位 跳的人有面呢 我觉得你发言 一直在自我攻击 所以说 我景慧流都不想流你了 然后这个四号牌 我觉得跟五可能不太认识吧 二号牌 反向金 前身为这个一号牌 因为 没聊什么正经东西嘛 因为我是一个逻辑流弯家 那他光整了个什么 瓦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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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懂他们这个外国话 所以说就 那既然吃不准 就摸一下呗 就景慧留第一张 留这个一 然后 后这位这个十和十一 没发言嘛 就放下 听听他们的发言 再盘 然后景慧留一张这个三号牌 因为三号牌 这个身份也不一定能定义准 所以说景慧留一和三 五号牌 不是预言家的这个点 嗯 他不负责任 为什么说他不负责任 像我们这种预言家 为了让好人赢 一定得留两张景慧留 他能所谓一张单牙九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不是混吗 我不是说混字的混啊 我是说他游戏态度比较混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预言家 别的就没什么了 听十和十一的发言嘛 然后我认为 没什么我认为 我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就一件事想问问这个八 你和二谁砍的我 你俩谁动的刀 真的 说实话谁动的刀 我看你紧张的面色 莫不是你吧 这二号玩家 我本来想放过你了 真的 我真的想放过你 那怎么着 我拿女巫第一天 就能吃手刀呢 我也没买 就摸着了 是不是 那你还砍了 那 那是真的 五号玩家 你们也不用考虑 什么今天出二这种事了 你看特别开心 二号玩家一会就跟我一起走 你们今天开开心心 把八出了 是不是特别舒服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那我帮你再留一个警惠流 你刚才留了一个 担押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他担押了一个九 我帮你再留一下九十二吧 对吧 人家十二是那个八发的那个 金水嘛 那我帮你往后留一留 你要验九 你接着验 你也不一定有命验 其他的 没跟你们开玩笑 本来想的是会上警 要不别说了吧 关键是我都已经上警了 第一天摸到个女巫 其实我摸完女巫之后 我在想 我感觉我今天怕不上 吃刀这一刀 还真挨上了 你是人吗 那你是人吗 他今天苦口婆心跟我说 你不要读我 你要是拿到女巫 你不要忙读我 我心想的行吧 不忙读我也不一定能摸到 结果真摸到你还真卡我 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行吧 就就过了 10号 按家庭发言 按理说 作为一个好人 听到女巫 不幸 死了的消息 我应该很难过 不说儒散考评 至少应该很难过 他们不知道什么 听完你把二读了 就那种嘴角 情不自禁的就上扬 就好像小时候听到爸爸妈妈说他们要出差一样那种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什么你们要出差了 哎呦 别走 二号玩家 你怎么能死呢 我 回归到逻辑 回归到逻辑 本来你没说多二 我觉得 不管 五八十是预言家 我今天一定会头二的 但 反正二号玩家已经死了 就来分辨一下预言家 我这 没办法就觉得五项 他说二茶沙 我觉得 因为首先 如果你要盘50个汉跳 他给二茶沙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一号玩家在前队说了 二号玩家他可能买牌了 谁也不会买的了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五十个汉跳 还要给二发茶沙 真的 梁静茹都给不了他这个勇气 所以我觉得五项 而且你们在说五的这景辉流 单压一张九 我摸着自己的良心 想象这个景辉流真的好 对吧 一般的预言家都是留两张景辉流 五号玩家另辟蹊径 他只留了一张 他非常的不一样 我玩蓝沙确实是 有一些时日了 二十多年来 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辉流 真的 真的好 我占面五啊 占面五 你这个九的景辉流 流到我心坎里 对吧 这刚开局的时候 这么多人 什么凡哥 对吧 要保护这个九号玩家 五号玩家 用他的行动 实现了这句话 保护一个人 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什么 是把他流到景辉流里面 对吧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 鱼青鱼里 他都得失于原家 过来 色玩家班结束 退水玩家请灭灯 人在景上的玩家 有五号 八号 请下玩家 请在到时候 闭眼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七号 九号 十二号 投票给八号 三号 投票给五号 八号玩家 当选景长 昨夜双死 十号 十二号 十二号玩家 请留一言 我先我先 那个 先拍身份 我是个普通村民 那个 所以 你反正还能 还能打吧 我觉得 今天出了汉料 还能打吧 是这样 我为什么投给八 跟他发我精髓 其实是没有关系 是因为五号的景辉流 我不满意 前置一号玩家 对着二号玩家说 你肯定买牌了 你跳远家就是混子 一号玩家原话是说 你跳远家就是混子 就一号玩家在眼里 二号玩家就不能是个狼 五号玩家说 二号玩家查杀 为什么不愿一 四号玩家 一号玩家在景上 视为二号玩家不能是狼的 四号玩家去保一打二 他景辉流也没有四 他景辉流里 没有一四这两张牌 他怎么做原家 你们告诉我 这就是逻辑 对吧 哪怕如果我是错的 我也会投给八 因为你的眼里没有一四 我就不能深圳 你是个原家 跟八号玩家发生 原因就没关系 八号玩家 景辉流 低景辉流就是一 我就觉得 我对他的景辉流就很满意 对吗 因为你的低景辉流 打到九 我就不能理解了 那你对一四的判断是什么 一号玩家 对二号玩家说了那么多 不就认识 默认二号玩家是好人吗 不管他是混子 还是其他的身份 他没有考虑过二号玩家 可能是个狼的可能性 你放二叉叉 为什么不愿一 不愿四 四号玩家保一打二 所以就接受不了 这种游戏 我只能投给八 我是个普通村民 就这样吧 反正 赌我就赌我呗 为啥赌我 你觉得我是狼吗 肯定 对吧 那我告诉你读错了 对吧 你肯定 你得只能说 你觉得我是狼 因为我们两个是没有恩怨的 你知道吗 你一样的 昨天那个警徽 昨天那个警徽 所以你看 那我本来刚才开场想说的 我昨天警徽不给你是保护你 因为 不是 我先说啊 我这个人从来不吹牛 但是我也 我该是有什么说什么 因为我 我警徽给了你 你归错了 一定是喷的是你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那一定喷的是你 那我警徽给错了 我警徽给了三 我昨天给了王成龙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三玩家是个狼 他是出不去的 昨天最后一轮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那我给了他 他归对狼 他牛逼 他归错狼 喷他就完了 那我给了狼 喷我就行了 你是不可能爱喷的 所以我不能给你 你给你 你归错了 对吧 给了你 给了你 只要你归错 是不是你一定爱喷 所以我是为了保护你 才没给你 因为我想了那么久 对吧 我 我没说 我给他是认为他是狼 我认为他是好人 对吧 这就是我给你警惠的心路历程 所以我不 我不想 没想到 你因为这个误解我了 把我读了 那没关系 我们误会可以化解嘛 对吧 就这样嘛 我是个普通村民 我站边巴 然后呢 我认为五号人家是汗跳 那个你可以发表你的站边 没关系嘛 对吧 你可以发表你的站边 你可以听听三七九的发言嘛 对吧 当然从票情上来说 可能八号人家是个狼 对吧 你非要说八号人家是汗跳 你就不从票情上来说嘛 但是我觉得八号人家是人家 自己去去景上找吧 好吗 因为狼 五号人家如果是汗跳 发了啥啥 狼是没必要倒勾的 所以呢 七九就不能是狼 对吧 那你就从景上找多狼就行了 我是普通村民 是这样吗 过了 十号玩家请留言 怎么办 我觉得他好真正 他看着我的眼睛 跟我说我是保护你 其实是因为开局 我刚拿完牌 那边牌还没发的时候 我们这边在聊昨天的恩怨 十二号来的 觉得完了你今天要吃刀了 我就干什么 我女巫 她居然在 在说什么 我今天要吃刀了 所以我 我一吃刀 我就想说把这十二泼了吧 为什么 起来要扎这二身份呢 一个是我觉得 五番像张冤家牌 还有就是我 起来质问这个八 你跟二谁动的刀 他当时 比现在紧张 现在挺轻松的 可能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 他给十二号发金水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天哪 那我读对狼的概率 可太小了 就这样嘛 毕竟第一天吃刀了 我也没什么信息 很多人都读不下手 但这个十二读了之后 至少 没有人会喷我 对不对 过了 十号一家研结束 紧张选择 七或九发言 九吗 九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 我觉得八号玩家是原家 然后我觉得 五六十一都是狼 那个 我觉得六号玩家 他不是跟五号玩家 不见面的 我觉得他当时说 五号玩家发言 给阿发查 他说铁站一边 我觉得是做作 然后 我也觉得十一号玩家是狼 因为十一号玩家说 他觉得五号玩家 他站五号玩家那边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景辉留在九号玩家上 说 有景辉留是保护一个人 那万一我是狼的 那这叫啥保护我呀 然后我觉得十一是狼 那 紧张我觉得五六十一都是狼 然后 如果七号玩家没有道工 那可能就是三号玩家 反正你是原家 你自己就看得厌吧 因为 其实说实话 其实七号玩家在景辆 是很像好人的 反而 因为如果七号玩家 拉狼的话 他是要 上景工作的 然后 反正我觉得 五六十一都是 然后 我其实 当时我听王宝宝发言 当时 我觉得 在一和二发言后 我竟然觉得 王宝宝比一号玩家 发言还要好 然后二号玩家 接到叉叉 但我觉得因为没有客 所以我觉得一应该也是好人 这四号玩家 开牌前是很像好人 因为他真的很仔细 我是看他很仔细 在看每一个人 就是 在迷人 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 而且刚才 四本来说 他觉得六像好人 那六号玩家说 虽然四你说 我想 但我觉得你不像好人 当时我觉得六号玩家 更像狼了 反正我觉得就是 五六十一 就其他的 你就自己弄吧 然后 我发言就过了 我这样八五十好人 十一号玩家 请发言 你去聊四 说你 仔细看了一点 四这个点 其实我没觉得 你特别像狼 但是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你的站边 因为五六十一 你点狼坑是五六十一 五六十一是做不成 三张狼人牌的 我已经跟你讲了 如果 倘若五六十一 你还忘了一张 给五号玩家 长只有三 给五上了一票吧 那再加上这张三 你把三张 四张狼点齐了 三五六十一 二号玩家 跟五号玩家 是有一点小恩怨的 对吧 你要盘 只能是五号玩家 是汉跳狼 想要去干二号 就不想让二号玩家赢 或者就想 体验一把 把二号玩家 扛推出去的这种快感 二号玩家 打游戏风格 在做的 应该性就有点数 想要扛推二号玩家 是需要一定难度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狼队选择最优的打法 一定不是说 五号玩家汉跳 发了二号玩家查杀 然后所有狼都站起来 重逢 那不是在去干二号玩家 那是在送二号玩家赢 对吧 如果二号玩家底牌是好人 五六十一 再加上这张三 五六十一 四张狼人牌 在这里这样跟二号玩家打 那你不如说 直接就是二号玩家 都要等他一发言 对吧 你们听到二号玩家 这轮发言 大概也其实能听出来 他好人狼人 那能听出来 我们站边五号玩家的 就跟任狼没什么区别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 还是需要鼓励一下勇气的 我认为五号玩家 能给二号玩家发茶杀 五号玩家 他就得是真原家 你说我凭借 他的警惠流站边 其实 你说的是没错的 因为我不是先听 他的警惠流后站边 而是我是先站了边 再去给自己想理由 怎么样才能让我站 五号玩家的边 显得更合理 所以你觉得 我用警惠流去站边 他有些牵强 是这样 没了 他单留一张酒 我也没觉得好或者不好 反正就这样了 但他发二号玩家茶杀 我就觉得还是 这个吸引力太大了 太诱惑了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想投二的 你们把自己的右手 伸出来比一下这个手势 有没有觉得这个手势 真的就 这是什么手 这是胜利的手势 到了投票的时候 可不可以做这个手势呢 过了啊 头二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在听听吧 我听听六号人家发言 我不认为六和五是 双老 五号人家给二发个 长沙 六号人家 牛逼 怎么着怎么着 我就不要聊同班 六号好人就九 我肯定跑不了 然后七八 二 就完了呗 但是我没觉得八一定不是啊 所以我要再 我说了 再听一听 如果二号人的话 我也没觉得六跟五号人家 向龙同班 四五是肯定的 如果二号人四五是肯定的嘛 然后十一号人家也跑不了 然后另外一张 再找吧 只能说再找了 我不太认为是六 也有可能是什么 这个 倒沟了呀 七九里面有倒沟啊 没准九还是 没了就这些 我要说就这些 因为我没觉得六号人家跟五号人家是狼同班 我觉得四号人家应该跟五号人家是狼同班 如果你站边八的话 肯定不会先去打六 所以九号人家 在我这面极低 好吧 那要再听一听 而且为啥二号人家警上发现比我好啊 几号人家为啥呀 他比我 我比他还像狼啊 我 我发什么眼了 我说我来自瓦堪的 我就 我就狼人啊 那你凭啥说我是狼啊 讲道理我是不是应该投你啊 和兄弟 嗯 在听吧 那只能在听了 因为我觉得六跟五不像 我就觉得九像 九像的话 八就可能不是原家 虽然我偏占八 我五八发言里面 我认为八号人家发言没有多好啊 但是比五强一点 因为五号人家定义 我就强定你 你尽保不了我 你是验我 还是在听我发言 还是在看我投票 还是怎么着 那我跟他有啥关系 我跟他没啥关系 我跟他不大概率 不认识吗 所以说 再听听吧 好吧 我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 你不怕我警察说的话 都是假话吗 那没关系 你要文斗就文斗嘛 对吧 我想请问您一下 你听啊 他说 投我的理由是因为 他给二丢查一下难度很大 因为我今天说了 我只是想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和大家在一起玩耍 所以他才鼓起了这个勇气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说什么 他说投二这个知识 就像一个胜利的知识 那你等会投五 还给米饭呢 11号玩家从井上到井下 365度全死角 有说我一点逻辑吗 他就是说 五号给二丢查上 所以我一定是个预言家 他连七和九都不敢打 你认为读出去的十号 是个什么呢 场上就我一个狼 你听了九号玩家的发言 你紧张说 九号玩家 对你最好的保护 就是留情你的警徽良 和你有啥关系 没事不是没关系 没关系 你等会可以投我 诅咒老师 您声明远播 等会会有四个狼人 过来投我 你四个里面 听一个总听得到吧 对吧 你可以 你跳一万个说 狼茶茶狼嘛 我是狼 我是不是80%的概率 得自爆 因为识说读了我 我还在等什么呢 全部都是负EV啊 真正读了我 那八号玩家 在那边坐着干嘛呢 你们一四 就是梁静如 正如十一号玩家所说 如果你们一四是好人 他当然要给我丢茶杂 骗一票就够了呀 我是普通村民呀 四号玩家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跟你解释 因为我需要聊很多东西 你看六号玩家 四号玩家 十号 十一号玩家 所有的理由就是我要投你 因为我投你 所以我投你 你听六号玩家和五号玩家 可以不认识 你等会听一下 他们那个团队 五花八门的狼人发言 有一点点东西嘛 但凡八号玩家是个狼人 他凭什么给十二号 凭什么给十二号玩家丢精髓啊 十二号玩家是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给十二号玩家丢精髓的时候 我就宣布游戏已经结束了 狼队胜利 只不过已经 就是提前进入二五的战争而已 因为游戏十二号玩家在场 是一定会输的 十二号玩家拿锦灰什么时候赢过 再跟十号玩家说一句 他所有的女巫牌有读到过狼吗 从来没有 第一次读的白痴 第二次读的猎人 这回读我又是好人 所以我是一个好人 我能说的也就那么多 别的东西就看大家的听感了 和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听听看十一三 我甚至不认为一四里面 全部都是狼 懂我什么意思吗 运游家的警惠流 如果狼人自爆的话 就先验一个 你听街外说吧 他帮你留 好吧 过了 那我应该站错边了呀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吧 不需要盘逻辑 盘逻辑的正确率 还不如那个蒙的多呢 就像小学考试的时候 你用心做了两个小时的题 最后发现选择就对已到 就我觉得很多事情 这种选择就是看心情 所以我当时投景下那票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太多 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在五八里面分清 我就投了五号 其实到现在觉得 我听二号发言 如此镇定 委婉 然后你应该是个好人 然后想那我就信八吧 但我只发现了五跟十一两个狼 然后景下我是一个好人 然后七跟九 我觉得只能开一个倒垢吧 我觉得就七九只能开一个 但我不知道二号是怎么把 七号玩家完全保下来的 然后这个四号 一跟四 一跟四应该也只能开一个 但我听一发言这次还挺好的 那就看看这个四号 把我现在这样扒的边了 四号玩家就发言 三号玩你别勾了 你肯定是狼子 五肯定是汉跳啊 这五号玩家 研发出来 他有意思就是 我验二之前 我已经知道二号玩家是狼了 所以我要用一个很平淡的心情 去把二号玩给扛退掉 你验他 你发这段幸福历程之前的时候 得是你验过他是狼 所以你才会考虑 我要很平定的把他投出去 但是 但是你是你验过之后 才会发出幸福历程啊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是白天验人 而且他给一号玩家和我的身份就是 就是因为二是狼踩了一 所以一是好人 四踩了二 所以我也是好人 我踩错他了 可能他比较挂象 所以我踩错他了 而且预言家不可能有这种容忍度 三号玩你肯定是狼 首先你投给你投给五号玩家 为什么没有 其次二号玩家说你是狼 你确实说他是好人 说五和十一两个 然后七九里没有道沟 那七号玩家如果是狼的话 八号玩肯定就是狼 这是逻辑 就是一个流氓逻辑 然后你说一四里面还有一个 那我底盘是好人 为什么一号玩不能是狼 你说一是好人 那你就怀疑我是狼呗 那我又不是狼 我只能猜你是狼 所以三号玩你是狼 那个十一号玩家 我挺常是觉得你比较像狼 但我是觉得狼为什么会这么冲啊 他逮着说那个 我是先站了边才去想理由 那不是想理由再去冲锋吗 所以十一号玩家在八号玩家去定一下吧 或者七号玩家定一下 反正那个我是觉得一号玩家发现很奇怪 那个什么五是狼 四号玩家可能是狼 那那二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好人踩错了你 你俩是两个好人 我为什么踩他去保你啊 世界上没有无缘辜的爱与恨吧 就这样吧 我再听听吧 那个六号玩家 我挺常说他是好人 他说我是狼 我再听一论 我把我把六号玩来听一下 他说按照数据库来讲 那个我是喜欢踩同伴去保好人 因为我是狼的话 我也会去去保一些发言好的好人 和发言去踩一些发言不好的同伴 所以你说怀疑我的时候 你也没听过我给的逻辑像好人或者像狼 就是不知道先踩一顿 所以我没觉得六号玩家 但是五六是不是两个我再听一下 反正我是觉得五号玩是狼 就这样我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还是念九啊 因为我觉得是二四七八九是混子吧 应该 因为九号玩家发言就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他说一四是两个好人 然后五六是两个狼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混子混了八 然后去冲的 就是完全那个没有逻辑的去冲 我只跟一号跟三号玩家对话 首先我的警惠流可能是草率了一些 警上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 其实我不太认为我警上流就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三十二我要听发言 看投票 我说了一四警上对于你们一四的身份 我要警察再听一拳 对吧 这个我都说了 十二号玩家说我在警上对一四没有做出定义 那四号玩家他就一定是狼 因为他把我的心路历程反过来了 为什么反过来了 我是先报了二号玩家查查 我才说我要这样平静的发言去投掉他 是因为我是愿家 我已经得知二号玩家是狼人 我才会选择平静的发言去推掉他 而不是我之所以 我平静的发言是 我知二号玩家是狼 所以他把我这个心路历程完全弄反过来了 我觉得四号玩家比九号玩家更像狼 因为九号玩家冲的是毫无理由的冲 那七号玩家为什么是狼 我就不说了 因为他投票给扒了 八号玩家是狼 是因为他默认我有验人的功能 因为他说我的警会流九 是因为我是一个混子 那不就是验人默认我有验人功能吗 因为只有一人家才能去验人 才能去混嘛 所以八号玩家是那个汗票的狼 至于关于我给二号玩家发查查这个事情 我其实觉得三号玩家你不用去多想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投对票的 我觉得你现在回头 可能是由于我的对象是二号玩家 所以你才会 就是有回头的想法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 如果我是一个狼人 我为什么会去给二号玩家发查查呢 那前两天他不都是狼人 最后我跟他PK 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嘛 那假设我是一个狼人 我要给他一个那么赖的好人发一个查查 我何必自找屈辱呢 那正是因为我是一个愿家 我验了他是狼人 所以我才要选择给他发查查 我希望你能就是坚定的站我们这边 因为我希望你们两位能意识到 十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是两个好人走的 现在场上就只剩下十位玩家了 八号玩家现在还手持紧挥 如果投掉我游戏就直接结束 狼人绑票了 我希望场上的好人能帮我投掉二号玩家 因为二四七八是我认为的四个狼人 晚上我会去验酒 我认为九号玩家的狼面要比四号玩家小 因为九号玩家他是毫无逻辑的在冲锋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混了八号玩家 好吧我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先插播一则大无语事件 刚刚我去了个厕所 然后当我从南侧出来的时候 有个大哥吓了一跳 底面撞到一个大哥 太无语了 那个这把 因为五号玩家你说有狼混就已经交牌了 因为十二号你觉得不是狼 那个八如果是狼 就五天五票已经 四点五票已经绑票了 我算一下 对吗 五点五票比五 所以说有狼混这把就打不了 确实我听十二走不太像狼 那你就只能 如果说要战边五 就只能把头埋在沙子里 觉得没有狼 没有狼混 我独立听发言是这样的 我觉得四跟九是两个废徒 因为四号玩家 紧上我打你并不是没有说出理由的 因为你打 因为你打二保一是很突兀的 你保一的点说 你紧上说一拍平民 所以说他后面几天不能拍身份 他是好人 二同样最后拍了平民 但是你去打了二 那为什么同一套标准要用在两个人身上 而且你紧下打五的点我听不懂 好吗 你说五是白天验人 我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四十狼 九十狼是因为 因为八跟九打我 说我紧上铁站边五 没有啊 那我铁站边五不铁是玩笑话吗 我说我铁站边五二铁狼 因为我想把二 我们先踩一踩二 看把二踩急了以后 他会不会使出他昨天的那套技术来 他能不能兑现今天的承诺 那既然 如果八跟九都这么想的话 可能是我紧上的表述有问题吧 因为我后面的发言明显是我还要再听的 我说因为二号玩家这种玩家都有人愿意救他的话 那我认为后面那个人也是有面的 但是我独立听发言 我觉得四跟九都是肥 我就不太能沾边罢了 因为十二我独立听发言像是好人 那我想一想 而且你看吧 不管是十二还是二 因为紧上十号玩家 他自认的是一个吃刀的女巫 他紧上说的是赌二 那二跟五也是很难共肥的 五二不太存在狼柴狼吧 因为二八两张牌共身份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狼队紧下看到那个女巫吃刀 假设是独立一个好人 那紧下的狼很难倒勾吧 我认为很难倒勾 那四跟九都是肥 你要我去沾边搬 我觉得挺难的 那我要去盘的狼 可能就只能盘四 如果八十就是四五八十一 那也太极限了吧 四五八十一 为啥呀 不太行 反正我独立听发言 我觉得四跟九都是狼 九是狼的点 我再说说吧 因为那个九号晚间 我觉得四五九十一 四五九十一 是口误 那个九号晚间 因为我觉得锦下发言 完全没有四考量 你说我锦上像狼 因为你锦上给一次身份 我是听不懂的 你说我像狼 首先你说锦上 你觉得四不太像狼 四来保了我 我反手打了四 那我打四的点 你听懂了没有呢 四号晚间对一二 是不是两套标准呢 那我如果假设 我是一个狼人 锦上有一个 你认为的好人保了我 为什么要反手打 那个好人呢 九号晚间 你锦下不是完全没四考量吗 你能发现怎么做好人 那我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这盘就是在 找好人了 对吧 因为我刚开始以为是那个 我刚开始以为是 15611是四张狼 那个三号人家 我觉得他站错边 应该是好人 但是这轮三号人家 他要站回了 我就不知道三号人家 是好人还是狼人 我就可以验验 验不验三八号自己定吧 我觉得五六肯定 就是双狼 就上那个 然后 但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狼刀在先 狼人还是能赢的 我们今天就先把五送走 我肯定就跟八号斩边了 然后 八号 从这里面挑个好人 就完事了 我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就 我觉得没啥多说的 首先 我最爆肥的点 不是眼里没有十一吗 在你眼里面 十一应该是个电飞狼 因为十一去战边的理由 其实是最肥一所思的 他说他战边你是因为你验了二 他说他战边你是因为头二激烈 头二是个V 那你如果说底牌是个预员家 你不会觉得十一号牌这个战边的理由 特别牵强吗 所以说你五号牌眼里从来都没点过这个十一 那你不就是暴肥吗 那六号牌很紧张 实际上紧瞻狼 因为都已经点出来这个四五八十一了 然后说这个四和九在他眼里最像两张狼人牌 说他俩在战边逻辑肥一所思 那你的视野里不也是这个十一小时 就会留一张一吧 没啥别的 这三号牌就是因为五号牌一直在跟你对话 所以说我也不厌你了 就他们就信我呢 就投这个五就完事了 我觉得二号牌今天发言还行 我刚才想一件事就是 因为二号牌是一张特别招人恨的牌 所以说当狼队选择给二号牌发茶茶的时候 我是觉得他狼队友就应该都选择冲锋 因为本身其实是件比较有勇气的事 就没必要在这个位置已经选择干二了还去倒狗 那你说呢 他的这个汉跳狼队友跳出来干嘛 他就说我觉得我能理解六和十一的行为 燕一的原因就是一号牌在这个位置还说 犹豫分不清 因为我打了六我井上就打了六 我觉得六像狼 一号牌跟我说五六做不成双狼 觉得四五才能做成双狼 那留一手呗 就出五吧 我估计我也活不到这么往后了 后面剩下你们慢慢找呗 就归五我过了 警惠留留意归五过了 所有玩家被投资 我们在五号 现在到时候闭眼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一号 五号 六号 十一号 投票给二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投票给五号 五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怎么会有这么分奴的人呀 是不是没赢过呀 齐八 你们俩是不是没有赢过 狼狼杀这个游戏啊 不是都已经 女巫都死了 精髓都死了 二号玩家昨天还要怎么样 不是他都已经那样了 就不能投一次嘛 七号玩家 不是都发出这个言来 你说我一言还跟你有什么好辩子 你说他就说没什么好说的了 是不是没有赢过呀 没有赢过就给你们赢 行不行 到了女巫读精神 我们老人给你们赢一把 让你们胜利一把 行不行啊 二号玩家 哎呀 搞得真的跟没赢过一样 老子就想投一把 我都这样发言了 我你妈都多久没完 老人杀了 我妈再会直接说 我跳预言家 我想都没想 我就说我要跳预言家 我还只到了女巫 就这样的局 我们还能赢 对我们那个 你擦你妈的嘴 你他妈 你他妈有人是好人 我操 老子真服了 他还说还能赢 四五八十一 老子装了 我那个装了一局的深层在那低的头 你说这四五八十一的时候 我是真没有忍住 我妈太多 看起来看了你一眼 原来你不是差我边 我操 你们刀了你们刀了 我还是挺相信 六号玩家的 我第一天刀了女巫了 如果赢来这一局 我可是MVP 这一局我求你们了 能不能刀准一点 真不要给二号玩家一 求你们了 行不行 能不能 敏得给力一点 奥力给一点 好不好 行不 挂 挂 挂 五号人家言谁处 天黑请闭 好 欢迎回来 然后我们刚才看到 我玩具枪好像后来认狼了 然后咱们这边 咱们这边那个盘的狼坑 是多少 是五十一 你不是站边五吗 我站边五 你别人在这上写着站边五 站边五我这写着五十一六 然后我觉得九超级好人 是要聊的 因为我觉得九号玩家是在井下前志位发言 直接点出了站边八 五就是狼 然后点出十一是狼 这也是你先 你比他要先听出来说了 然后他发言的时候 点出来十一是狼 然后他觉得六是狼 然后六是咱们听完六发言以后 咱们两个这边做了确认六是狼人 然后最后的位置 你认为三是狼人 我认为三四出一个 这两个就是说因为我没认为四一定是好人 但可能你认识四吧 所以你觉得四可能那个发言你能接受能认下他 所以我觉得最后狼就三四咽一个游戏结束了 一号玩家投了五 一号玩家投了二 一号玩家投了二吗 反正但是一号玩家后来我就紧下了 紧上发言 九号玩家请发言 先回到这场 先投六再投十一 然后如果你因为你现在验存是好人 我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你先告诉我 六十一伺一定是两个狼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需要跟三号玩家PK 然后再说我井上的发言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我不觉得七号玩家倒垢 但我觉得三号玩家是挺像的 因为他说我可能站错边了 但是没关系 一会儿二号玩家七号玩家说嘛 然后因为你现在是不是六十一一定是两个 我先过了 我先投就再投十一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表谁啊 这东西确实是站错边了 这个承认自己站错边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但毕竟作为一个大老爷们 有错就认嘛 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站错边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五号玩家的发言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以我的这个目前的水平啊 虽然说玩狼人杀有三十多年了 但是我的水平看五号玩家发言真的好 而且他又给二号玩家发了茶杀 我是一个特别相信勇气的人 我真的觉得五号玩家去给二发茶杀需要勇气 因为一号玩家聊那些我是认可的 那五号玩家还要选择给二发茶杀 于情于礼我都得撑他一票 就撑他一下 我想过八号玩家是预言家了 真的我想过 因为二号玩家 我甚至还想过有没有可能是你们二五在打板子狼茶杀狼 但结果出来了 我发现原来不是 五号玩家是真的想让你死 那你也是真的是个好人 二玩家我希望就是你能认下我 对吧 你看我已经像你低头了 因为我底牌是好人啊 虽然说今天可以出六 但我为什么不选择说那我发言也过了 对吧 今天先把六投了再说 我选择多聊一聊 是因为我底牌真的是一张好人牌 如果六号玩家出局之后 你们再听外赘的牌来投我 那好人的轮次又大大的落后了 再做的列位都是敏人非常准的 我觉得他们一天到一个神 再把我扛队出去 好人还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的表水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最好的表水是什么 最好的表水就是找狼 对吧 我现在光说我不是狼 我又不告诉你们谁是狼 也不太合理 那狼我自己找的差不多了 我感觉就是四九 因为这个五号玩家 以及六号玩家 是已知的两个狼人嘛 他们打的位置 想扛推的位置就是四九 四九其实就是狼队 留下来的希望和种子 而我就是那个被他们愚弄的好人 对吧 四九为什么是狼 是因为五号玩家 因为都知道了 八十余元家 十是女巫 十二是好人 狼队只要外出 随便骗骗一两张好人的票 二号玩家就冲出去了 狼队就绑票了 那这个时候他还选择去打两张好人牌 是干嘛呢 你听五号玩家 他有多想票出去这个二啊 他那么想票出去这个二 为什么外出要打四九两张好人牌 没道理啊 这说不通的 所以四九里面就算不是两张狼人牌 也一定会有一张狼人牌 真的 我真的是个好人 我非常诚恳的在这跟你们讲这件事情 前面确实荒唐了一些 但谁都有年轻犯过错的时候嘛 我希望能获得大家的原谅 我也很认真在跟你谈逻辑 因为逻辑层面上来讲 我确实像个狼 但我的确不是 所以我给你们找的外出的狼就是四九 十一号玩家发言时间到 一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我投的二啊 但是但是我给我一万次机会 我还是肯定投二 因为对你看啊 九号玩家先说井上 二号玩家说我像狼 我为啥像狼我也不知道 对吧 九号玩家说他我比他像狼 七号玩家给我点在狼坑里 因为我的发言我没有说站边五号玩家 井上我就第一个发言随便聊一聊 井下我说八号人家不是没有面 因为我点了五号人家 对于聊一丝那点特别的突兀 我觉得他不太像 我还听听二号发言 二号人家还说我是狼人 请你拍平 你就不能是平民 因为就算那我就说在那场外 就算两张牌子他发牌到这 剩两张 他看了眼 法官看了眼 二号牌神牌确定 给他发展你是平民吗 你就不能是平民 你拍平民说我是狼 我就偷死你 就这么简单 我是狼吗 我是吗 不是狼 偷你自己 记着啊 兄弟 来了 过了 二号玩家请大言 说实话 门斗舞斗你都不行啊 什么这和赢不赢有什么关系 你干不过我 那他验穿是好人 你们刚才又有一个倒狗 谁啊 不是你吧 我不理解 干我还需要倒工吗 你看 我就保持一个原来的自己 降维打击 他又出局了 你早说要投我 你求求我自己投自己嘛 都是小事情 你的身份是好的 你发现没人跳混子吗 对吗 你不 我就跟你说了 那个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你看 那你认为现在的狼人是谁吗 那谁是运渊家 你找到了吗 八号玩家自刀吗 你也不说 你说投我的理由 是因为我打了你 那四号玩家也打了你啊 你现在验出来是个好人 那你现在知道 如果你但凡作为一个好人 那你现在八十亿运渊家 是肯定的吧 那个五号玩家 那在那边的发言 每句话都在报废 他说 十二出去是一个好人 九号玩家是个混子 那不直接通知他吗 那我是不是直接起来告诉他 今天就投你玩具枪 你哭了也投你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 他起身第一句话 我井上的井会流 的确是有点唐突了 井会流还厌久 这是道歉吗 这叫知错不改 对吗 哥 你刚才投二的时候爽吗 现在轮到我爽了吗 我投你好吗 可以错 但我选择不原谅 你昨天的发言是什么 你情愿做一分钟的英雄 也不会怂 对不对 刚才那个倒勾郎 表现得很好 现在可以通知你 你可以玩到最后了 我的确不是平民 那又怎么样呢 我好人 难道这个游戏 他查查我 我就跳个身份吗 说句实话 看不起他 干他需要跳身份吗 不需要 吹口气他都出局了 玩具强 又不是真强 对不对 有本事下一盘 再给我丢茶杀呀 30秒 人呢 连三号玩家都站回来了 什么玩意儿 就投你 当然七号玩家 你有不一样的意见 我可以服从你啊 好不好 反正今天只能在61里面投 他们最多三个狼 我们场上有八个人 再怎么分票 都是333 刚才那个狼都选择倒勾了 我就认为他一定不可能来投我 对不对 二号玩家翻译时间到 三号玩家请发言 你这啥是333呢 我感觉一号像个狼混 你这都 他都这八号玩家一晚上都倒牌了 还说出你二呢 还说你二说批批批批批批 自己有身份 还说要出你二呢 那他他肯定这票跟着狼队走 他还是警徽 那就4.5票了 累在上啥呀 是不是都算不明白 然后 我觉得是四六十一吧 四五六十一吧 我说四号是狼 没有啥理由 因为他说我是狼 我是好人 那你是啥 四号 你自己跳个身份 反正就 我觉得很简单 听七号归票吧 我关了 七号是没发言 四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你都不跳身份 让我跳身份 你是投肥票的吧 你是投肥票的吧 你都不跳身份 让我跳身份 那个我听了发言的明朗 是真的比较像 那个六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 三我不确定 因为二三里面 我不确定 那个票型上 我是觉得有一个狼 去倒过的 那个十一号玩家 你犯过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 你觉得五号玩家 是狼的话 就不会给二号玩家 发茶杀 这只是感觉 那如果五号玩家 是狼给二号发茶杀 你就上当了 那你这发言 不就是狼吗 你认为狼不会 狼不会给游泳气 给二号玩家发茶杀 但他这样做 你就信了 你发言 如果不是狼的话 你发着言 你就变成狼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说那个 预验家去验九号玩家 是保护他 你怎么知道 九一定是好人 你怎么知道 九一定是好人 验出来是好人 才会去保护他 他有可能是狼 所以你这发言 就是一只九的底牌 这是两点 你就是狼人 你说六是狼 然后四九还是两个 你就是狼 紧上的时候 我觉得一号玩家 二不如一号 一号玩家说 说我可能是 跟五号玩家是同伴 所以我踩的 我踩的一号玩家 这是一号玩家 先错了 我回击他 所以错在他 不在我 三号玩家 你自己说的 一四可能产一个 那我里排是好人 现在一号玩 验出来是好人 要不就是 打错我的好人 要不就是一个狼混 所以你给的信息 就又不一样 你说七九 可能里面有一个 所以你的发言 是比较像一个倒购狼的 因为你踩的是好人 你先投的是肥票 后来再投的狼 所以你有可能是倒购的 那个我听听 七号玩家的发言 那个六号玩家说 我用两套 两套发言 踩了一号玩家 和二号玩家 那一我警察上听出来 不是很像狼 现在一号玩家 说是金水 是狼混 我不知道 起码他底牌 不是狼人 那二号玩家 踩一他又没有逻辑 他自己说 我要用逻辑去踩一号玩家 用逻辑去打这把 智商游戏 他没有用逻辑告诉我 一为什么是狼 那为什么不能踩 二号玩家呢 所以六号玩家 你说四号玩家 用两套逻辑踩了 一号玩家 给了一号玩家 和二号玩家身份 所以四号玩家 不一定是好人 所以你这 你就是没有在 认真心我的发言 踩我 所以你就是狼 好吧 就这样吧 我那个反正 我觉得明老是六号玩家 和那个十一号玩家 二三里边 我真的还 还没把二排下来 反正 反正二号玩 你是好人 你把三踩死 就这样我过了 我给大家表表水 我表个毛水 我超级狼人 搞笑 那个 法官 我们狼队申请 跟一号玩家狼混 忽认 你看游戏没结束 那一不是狼混 对吧 那个 等他回来是吧 等他回来 再忽认一遍 我这一不是狼混 那个 因为现在就剩八个人 如果一是狼混 我们就绑票了 那个 我想一想 那个二号玩家 是混血二本 他挺混血 因为他默认 只有三点五票的 他只有三票的 他说我们狼队 只有三票 那不是肯定混血二 我想一想 九是枪 九肯定是枪中枪 小游戏老师 就不要再藏了 你肯定是枪中枪 找个白痴嘛 我想一想 我是狼 我是狼 不是因为五号年 说还能赢 我说确实 确实还能赢 这有什么的 哎呀 不过 我记得我在大师赛拍过 之前拍过两次 到都没拍出来 待会 待会 待会再拍一下 看看 我觉得我们昨天晚上 开会讨论的结果 差不多 差不多 二肯定是混血二 二 因为二 他默认 我们只有三票的 而且一也不是狼混 一是狼混 就直接发言 因为他算得清楚轮次 十二不是八的精髓 但是混血二 他就直接认混 我们游戏就结束 没啥了 我想一想 那个 那主要一号玩家 别去厕所了 本来我是说七号玩家 发发言就自爆的 那就等一号玩家 回来 我再自爆 等他回来 我先跟他互认 看我们游戏 能不能直接绑票 如果不能 我就自爆 表水是不可能 表水 这辈子都不可能 表水 过了 七号玩家 请答应 我认为 六号就可以拍刀了 因为 你现在白天拍 也是你拍 晚上你们走流程 也是你订刀 所以就不可能 不可能那个 你是狼混吗 他肯定 他不是混的 他肯定不是混的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就我们就直接 快点走流程 因为 因为 入夜 你们的狼同伴 肯定都得听你的刀 现在这个结构 对吧 那没 没什么了 那你就拍了呗 拍了我们省流程 你就 因为 你万一拍对了 那 很可以 你拍 就拍错也没关系 你走流程 也有可能拍错 就一刀一刀 砍 砍错了 那不是还是拍到失败 不是现在拍不拍 也都得拍 大概是这意思 我就过了 下完一班结束 金章请归票 归六号玩家 金章公票六号 现在到时候 闭眼出一下 我报了 我报了 六号玩家出局 六号玩家自报 天黑请闭眼 好 现在基本上知道了 就三号玩家 最后一个狼了 对 对 那就没了 所以就是 三五六十一 所以我觉得 九号玩家的话 不管它是什么 我觉得九号玩家 玩的不错 因为九号玩家 是井下 前置未发言 然后直接点了三个狼 一个是他站边站队了 所以反向那个 跳预言家的 那个是狼 然后另外两个狼 是六跟十一 也被他直接点出来了 所以九号玩家 就思维比较超前 点的挺不错的 这把我觉得没悬念了 应该是狼人输了 因为我觉得 一号玩家 就你觉得 一号玩家是 天亮了 昨夜 四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金章选择 三或七发言 三号玩家 请发言 三号自爆 三号玩家自爆 这不黑夜 天黑请闭眼 加油啊兄弟 好 我们又回来了 然后 自爆了 自爆了 三号玩家自爆 因为你不是定的 你觉得一号玩家 就只能是身份吗 井上 我觉得一号玩家 是狼的 井下听着又不太像 所以一号玩家 是个身份 又不是混子的话 他们没有找到一 我觉得狼队就拍不了 就是这个刀 就拍不准 这一定再见 我觉得四找的 要我也先看一刀四 因为四号玩家 发言昨天对着 三号玩家 那一顿输出 很像身份 但是不知道 能不能赢 对 那边天亮了 先切过去吧 昨夜 九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金章选择 七或十一发言 十一号玩家 请发言 我确实 是 比较艰难的一个时刻 我底牌的确是一张好人 我是一张平民牌 所以 怎么说呢 因为确实很尴尬的事情 就是由于我 第一轮发言 以及第一轮的票行 做了一些错事 所以我现在就仿佛 被定在了耻辱柱上 而我打的四九两张牌 我认为四九是双匪呢 他们又倒在了夜里 我再找一个狼就行了 是吧 我认为最后的一张 倒勾狼就是七 就是七号玩家 七号玩家 他为什么是狼呢 因为七号玩家 在听完这个 五号玩家 狼人的汗跳发言之后 他在井下 他就进行了一番 这个心理活动 他又觉得 我的狼队友 竟然选择了 给二号玩家发茶 二号玩家又很难推出去 所以作为一个狼王 他有非常优秀的 这个狼人的素养 他知道怎么样 能为狼人 争取到最大的收益 所以他就选择了倒勾 七号玩家倒勾 勾的确实好 勾到了肉里 而又因为我的愚蠢 站错了边 所以我就显得 就好像我脏了一样 但其实我真的是个好人 我知道这个时候 你们可能很难相信 我的表水 真的很难相信 因为我舍身处地 去站在你们的那个角度去想 你们会觉得 十一号玩家 现在在进行 最后的挣扎 但不是的 我真的是一招好人 真的 我是一个平民 七号玩家不可能有身份 对吧 因为 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我是狼 我一定不会去刀四的 因为一号玩家 在那个位置 已经点得很明白 他说二号玩家 一定有底牌 那一刀不会落到四 只会落到二 打不过你就把你砍死 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硬汉 我都选择了 为狼队冲锋 我不可能再跟你低头表水的 我能等到他们报 我一定先报 对吧 我是最后一个狼 我在这里要跟你二号玩家低头 有这个必要吗 对不对 一局游戏而已 大不了就输了 又怎么样 输了不要砍死你 但我没有 我是一个好人 我跟你共底牌 对吧 没办法 我只能向你低头 因为我必须要尊重我的底牌 我要尊重这个游戏 还要三十秒 一号玩家 二号玩家 真的命运的天平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我希望你们能 平心静气的听听我的发言 感受我的内心 我真的是个好人 七号玩家 是那个倒勾了 可以吗 谢谢啊 过了 以上 一号玩家 请发言 那就 头十一呗 那就只能 那没办法 那他是 他是身份 那他为啥不能是狼 狼插插狼啊 那为啥就必须得七十 倒勾狼啊 那他为啥不能是狼啊 他啥身份啊 到现在特别也没说他啥身份嘛 是不是 所以就 没了 就这些 好吧 我就过了 再听他们发言吧 请发言 那可说一下 我为什么不能是狼 插杀狼 因为但凡我是狼插杀狼 就所有人都会站边 所有人都会站边 把五投了 然后晚上砍八 来做我的身份 现在所有自爆的狼人 都是不是都投了我呀 所以我不是狼人 其次 为什么我不是混子 因为我是混子 我就自己投自己 我就算是混子 也是好人混 也不做不成狼混 第三点 你可以说七号玩家倒勾 但是你不能骂他 砍不到 那张神牌 然后最后再告诉你一点 我是平民牌 然后七号玩家是那张神牌 所以你就砍错了 然后你刚才用最怂的一句 说出了最牛逼的那句话 你打不过我就砍我 砍我也没有用 还是输 你们狼人犯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就是挑错了对手 第一天选择了我 你们就已经输了 不是你挑的 你可以阻止他 你为什么不阻止 你有没有责任和担当 自爆 羞辱哥们就自爆 干我 来多少死多少 11号玩家无奈交牌 游戏结束 好人 不可能让你逃过去 挑错对手了 告诉你 好人 胜利给大家 这个王宝宝 这个2号玩家太过分了 理解理解 把人家11号聊难受了 你不用受热气 这句游戏的狼人牌是 3号 5号 6号 11号 预言家是8号 女巫是10号 猎人是1号 白痴是4号 平民是2号 7号 12号 混血儿为9号 第一天晚上 9号混血儿选择8号玩家为榜样 所以本轮混血儿是好人混 第一天晚上 狼人落刀10号 女巫牌 女巫开读12号 平民牌 预言家验证12号玩家为金水 第一天白天8号 真预言家当选警长 5号 汉跳狼人牌为公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狼人落刀8号 预言家牌 预言家验证1号为金水 第二天白天 1号 猎人牌当选警长 6号 狼人牌自爆 第三天夜晚 狼人落刀4号 白痴牌 第三天白天 3号 狼人牌自爆 此时常常只有最后一张猎人牌 第四天夜晚 狼人落刀9号 混血而牌 第四天白天 11号玩家 焦牌 游戏结束 好人胜利 是自爆不是焦牌 自爆自爆 11号玩家自爆 是狼人的骄傲 自爆了 然后游戏结束 好人胜利 那我们切切收席 一会开始下一局 好 欢迎回来 本节目是由天天狼人独家赞助 天天狼人是一款 在线推理社交游戏 游戏时可以互动视频 还能加好友 新版本即将上线 角色形象大改版 给你更好的体验 现在登陆天天狼人APP 点击右上角红包 输入口令 天天狼人年年陪伴 天天狼人年年陪伴 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限量100个 所以大家可去领取吧 然后不出所料 就狼人交牌 对 砍来了一刀 有点可惜 对 然后就砍歪了一刀猎人 这二号玩家太狗了 最后给狼人嘲讽的交牌了 敬业狼不容易 给人嘲讽成那个样子 还挑错了对手 这二号玩家有的时候真的是 其实听信一下五号玩家的意见 说九号玩家是跟混血儿 再找一刀 对 也对 因为九号玩家最后就只能是混了 后来看完板子以后 九号玩家是混了 混了八号玩家 混了预言家 但是他混了预言家 他只能是知道 预言家是好人 然后他另外两个狼 六跟十一 找的也是很精准的 所以他准确的知道自己好人混 找到狼人很准 反正我觉得九号玩家紧上 他估计也是认为八号玩家是吧 因为我觉得 但我觉得他觉得八号玩家 是他就跳混血儿会更好正式 更直接一些 更直接一些 他没必要藏着 因为我感觉他 也不是 藏着的话不是最后还挡了一刀 挡了一刀 但是狼人的话 我觉得去砍他可能有点离谱 我觉得去砍他没有什么必要的 九那个位置 你看那个玩具枪不是已经点出来了吗 觉得九那个位置是混 不是什么身份 所以狼人可能最后那一下就没有找准 然后把他当成神了 但是我觉得就以他那个发言 敢在井下第一个发言的时候 敢点三张牌 我觉得他要是神也只能是猎人了 就那种大胆发言 所以去刀他也有点不太讲理 主要是一号玩家 井上任了个瓦堪大的瓶 大农民 瓦堪大农民 对 然后 但是他后来可能也是因为二号玩家 打他是狼 所以导致他反投一票投了二 对 如果二号玩家没有去错打他的话 他本来站边是要去站好哥哥的 他站边倒是没有站错 他发言其实没怎么站边 因为他觉得有一些外政人发言他也没定死一定是谁 因为他觉得井上王俊枪聊的也有些问题 对对对 但诅咒的性格就是谁不能聊我 聊我就有问题 你聊我我就打你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他井上就是一号玩家井上的发言 我个人认为他藏视角了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他偏狼 然后你是觉得他铁身份 但不一定是狼 我觉得一号玩家井上就是藏 他也不是说很狼或者很怎么样 就是觉得他发出那言 我觉得他不是平民 对 我觉得反正他藏视角了 我感觉他可能就 因为我可能对他的认知是 他是好人 他有身份 但是他也会展现出一些好人视角 点一些狼人 点一些坑位 然后他这回就等于什么都没有点 把所有信息都藏住了 所以我认为他偏狼 但后来井下发言 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就变成名好人了 然后结果他是猎人 所以狼人也是因为 我觉得是没有找到 他那个位置是出神坑的 所以就刀不准了 狼人可能就 就应该是无力回天了 而且像第一次 就是渊言家出局的时候 就是等于他出的是那个汗跳 然后就狼人就已经 就剩三个狼在场了 刀了女巫了也没什么用了 其实狼人等于光屁股跑了 但其实就是拼刀了 找了一刀四 没找到一 就反正可惜一点点 但其实找到一的话 这把狼人就站起来 嘲讽二号 我觉得是 如果把一的身份定准了 然后李国龙那个位置 就是牛肉杆那个位置 拍刀都可以了 三狼两刀 骑在脸上拍刀 真的是 拍一刀四拍一刀一 游戏结束 就只要找准一就行 我觉得四他们找到了 因为牛肉杆自爆了以后 刀的是四 所以四这个白痴是准确被捣的 找到了 就差这个一号 找到了狼人就 就轮不到二号玩家这么狗了 这发言什么 你挑错了对手什么的 找对了一 二号玩家就钻到桌子里 就没了 主要 主要其实这把游戏 我觉得好像场上好人 还是因为八号玩家 预言家发言太好了 对 导致了对于五号玩家 恨跳狼子 即使给二号玩家发了查杀 其实也跟二号玩家 没什么关系 对 其实跟二号玩家 关系不大 是因为我觉得八号玩家 发言确实还挺不错的 就是听完了 是属于九产他边 整个预言家发言 可太爱好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等一下景下九号玩家 其实发言 也没有人特别敢打九 因为九号玩家战边 八十一号玩家 说九号家有可能是好人 所以其实 稍微剧透一下 刚才那个锤瑞 拿了两件旗袍出的 对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旗袍 是给谁要穿的 所以一会儿你们能 看到两个人穿旗袍 但是我知道牛肉干 是已经把旗袍 脱下来了 然后那个 他应该是 把那个B等于买回来了 Double的 应该是这样 所以现在应该 有人把B输完了 然后有两个人 换上了旗袍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是谁 然后下一局的板子是 狼枪守卫 狼枪守卫的板子 然后就 其实还是那话 就可编性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很简单 分辨好预言家 完了以后 找狼枪 避免狼枪开枪 然后这局游戏 就这么稳稳地打下去 不像这个板子 猜什么 混子呀 猜什么的 就比较累 然后女巫 有人说女巫 MVP 确实吧 12都了 但12我觉得 他发言 他遗言的时候 是听完了 就是挺好人 保护嘛 连保护都能聊天 聊出来这么多 连什么保护都聊出来了 这不是好 确实好人 聊两句 啥玩意 聊两句嘛 这么长时间 你坐这聊两句 坐这聊 聊会儿吧 聊会儿吧 你坐那 你跟早上 你们俩什么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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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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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聊什么 说点牛逼 让他们先好 说点牛逼 呃 那个 是不是直播大日赛的时候 就没人刷礼物了 不播了 不播了 真不播了 播完今天就不播了 然后 然后那个 早 早现在 在干嘛呀 上班 上班 哦 哎 你是 哦 你就跟这个 现在一点 我为什么要坐这聊你呢 我也是 对嘛 但是他们也不聊什么天 他们就恋爱了吧 大家都恋爱了 嗯嗯 说大天 我走了 那个 那个我们 我们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我们可以聊聊 确实 啊 你们有什么想问 我们能不能再来一个买 那我们能不能再买一个吗 就一个 反正他每次我们都举着 能不能再买 这俩人太那个 而且这东西 这姿势也不太好 对吧 对吧 姿势 第一次 第一次跟歪哥一块 这并排座非常紧张 啊 没关系 这歪哥好几年了 小妈 哦 开始了是吧 行我走了 完了 就剩一人了 怎么我不是人 不是 这好汉也不知道 他干嘛出去了 出去干嘛去了 也不知道 我让歪哥陪大家聊有天嘛 但嘎聊半天 嘎聊半天 那至少歪哥 喷了一下这个 喷了一下这个地方 为什么只有一个卖 说大家这么拿着 姿势也不太好 嗨 就大家分享呗 俩人坐在这 离得也比较近 互相取暖 然后分享 怎么样大家 我把歪哥叫过来 跟你们聊会天 这是我能对大家 做的最好福利了 因为刚才外面 那个在换衣服啊 11号玩家 然后在换衣服 对 在换旗袍 然后他们这准备时间 有点长 所以我就把歪哥叫进来 我说陪大家吹牛逼 我们俩在这也挺尴尬的 你们可能也不太听 喜欢听我们俩在这尴尬聊 所以就把歪哥拉过来 陪你们聊会天 然后现在好了 我就让他出去了 回来就失恋了 失恋了 失恋了 那我们就让他请过来 你这再恋爱不就完了 对对对 就有事了 你们就 这也太不想道理了 我把人给你们请过来 人跟你聊会天了 他一走 失恋了失恋了 弄的 弄的那么那什么 是吧 我多伤心啊 我一会还得把他 给你拉进来呢 所以别失恋啊 对不对 然后一会一会他们那边就开始了 然后你们就看一个 别失恋了 别失恋 一会再给你拉过来 行不行 没有不喜欢早 就不喜欢我呗 那我一会出现 早一个人跟你们尬聊 行不行 这事弄的 我现在上去的水平就 实话实说 我上去的水平是一个 成绩二号 玩家十二号 玩家伤害的那个水平 上去之后就是 弹幕开始不喷二十二 就只喷我了 所以我还是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 有时候弹幕喷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你的一种 一种期望 没有做到 然后大家对你的期望 对 所以也不是说什么有恶意 或者怎么样的 都理解 为了让大家还是集中火力的 对二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 我就 那边决定不签 那边直接一会就天亮了 对 他们现在要进入入夜了 发牌入夜 然后因为刚刚外哥在这陪你们聊了会儿天 所以他们就决定 算了 就让我们接着陪你们尬聊吧 他们那准备好直接开始了 就不签他们了 太费劲了 那估计三十一这把还又不在井上了 俩人换的气盘肯定在井上了 没事 一会儿跟你导播商量商量 给点特写 如果你们愿意看的话 对 然后刚刚问了那个夏天怎么不来 你们怎么都那么喜欢 夏天我知道 夏天那个隔离呢 在北京隔离呢 刚刚回来 对 然后咱们这是年前的最后一期 然后 年后应该有可能会 对 年后只要他有时间 我们就想办法把他请过来 然后跟大家见面 行不行 前提是人家有时间 而且你们老是这样的话 就比如说 像我们两个在这儿 跟大家搭班子吹牛逼聊天 你们就说的好像不喜欢我们俩一样 我们也理解 我们都理解 没什么好看的 我都理解 但是我们毕竟心还是会伤的 理解是没问题 理解你们的 对 确实 夏天小姐姐好像也是上一季的时候 然后解说比较多 一直在解说期 对 对 对 然后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 然后也有从上一季分开以后 也一直没再见 然后他隔离完了 我今天我也打停了一下情况 他确实是正在隔离 他是从国外回来 然后从日本 就是前一段回日本了 然后回来日本之后 回来之后在杭州隔离了好久 反正满了14天了 隔离完14天呢 他就回北京居家隔离 反正我们现在聚会 我们说你这人别来 对 然后特好玩的是那个 就是那个谁优柔老师 优柔老师不也是感冒了吗 也有观众朋友们问 怎么优柔老师又不来呀 就是他感冒了 突然感冒真的是 然后感冒了以后 就不能让他来了 对 他自己也说嘛 他带病来咳嗽 那大家可能也不会感激他 反而还会害怕 这毕竟是这个时候比较特殊嘛 然后加上他身体也确实不舒服 流鼻涕啊什么的 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调整好了再来 我是觉得可能优柔老师 故事没写完呢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就那个白毛女孩 第二期是个什么故事 我那一块坐在这 我听不清故事 我觉得他们确实 我觉得得需要一定的脑洞和思路 然后有人问小黑 很多人都在问那个小黑 小黑是这样的 因为他自己也比较忙 要做奇葩说这一块 然后再加上自己 还有其他的事 然后再加上 这不是要过年了吗 他应该是不在北京过年 然后有这个政策 怕隔离啊怎么样 所以很多人都是来不了了 所以飞天小女酒 就在最后这一两期 他们要提前先回老家 要不然怕回去要隔离 一句话总结一下 就是看不上大失散了 你知道吗 就我跟你说 人家可能现在在直播间正看的 不不不 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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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酒们都劝了 对不起 对 我们刚才什么都没说 然后对 理解一下 因为毕竟要过年了 所以现在留在这边的 可能是过年都在北京过呀 或者是那个就是比较方便 地区不需要隔离什么的 才能挤出时间来 所以最后两期就没有那么多 就是老嘉宾能集中过来了 年后呗 年后肯定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嘉宾 包括我 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就那些嘉宾 那些嘉宾等等等等 年后基本上大家可能 过年之后应该就都会回来了 别着急 你看啊 你们在这个弹幕说的一些嘉宾 比如说像小女警这些嘉宾呢 他们是肯定会回来的 然后你们期待什么 其他新的嘉宾呢 可以直接跟Y哥去建议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们两个是没有建议新的人的 这个能力 我们哪儿配 不是 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 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 也说部门 对对对 两个部门 然后刚才我是把那边那个 就是玩这个场上 这个部门的领导 JY老师 请过来跟大家聊天 那都不管我们的 这不是我们部门的 就是你们在我们解说阶段 打各种各样的名字的时候 我跟你说 我们只是看一看 然后笑一笑 然后就过去了 因为我们压根也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来 给你们透露一下 我旁边其实有很多这些牌子 然后就很多你们 我不念名字 但是很多弹幕 现在打的这些 有名的一些玩家什么的 牌子已经 回我 词质 尔言 note